再来关心停驶半年的阿里山小火车驻山县日前恢复通车 但也引发了嘉义县长张花冠对中央的不满 原因就是小火车赴使但他身为地方首长却没有被通知 张花冠还批评长久以来中央管辖的领管处跟阿管处配合度很差 态度很不积极 他非常的不满中央单位不尊重地方 阿里山小火车驻山县通车了游客相当兴奋 只是小火车赴使没有仪式活动 连嘉义县长张花冠也是看报纸才知道 让他非常不满 所有的入园会都是领管处在收 嘉义县政府从消防 警政 环保 卫生 全部都是免会在服务 包括阿里山车祸第一个时间到现场 包括到医院去连辅蓄军 其实小火车反复当时张花冠急着到处慰问 而主事的农委会主委却没有到场 让他相当错愕 为了阿里山观光 县府和农委会领管处 观光局阿管处都要定期汇报 张花冠却认为中央管辖单位不重视地方 太平原地就从我选立委之前 从上一任的处长本来要办法包到现在为止 还是在原地踏步走 我们有在这可能他们的期待 跟我们认知有落差 尽管阿管处长急忙澄清但张花冠杠上了中央单位 上午阿管处在阿里山主办的神幕婚礼 县府临时没有派人出席 似乎有意借词表达不满 在内新闻料国雄